包拯的民间传说虽然说大部分都是杜撰 但是从正史中我们也看到 他的人物性格也是符合这些杜撰的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古代的老百姓太渴望一个好官了 民间就能流传出实践他做的好事 那么这样为民为国做的好事深深地打击了权贵的利益 面对权贵们罪恶的嘴脸 包拯又会怎么办呢 文化学者李亚平今日为您解答 说诵潮正在播出 这是地理版图最小的中国 也是文化发展最大的中国 这是军事力量最弱的中国 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中国 这是一千年前的中国 了解它知道我们的现在 说宋朝可以看可以听的历史 前面我们谈到了包拯的故事 我们也跟大家交代过 就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和后来民间文学传奇故事 包括到了今天的影视作品当中的那个包青天 完全是两个人 就也许在这些传奇故事和文学作品当中 表现出来的这位包青天 还保留了历史当中那个包拯的一些基本的品质 但是在他的太多太多的故事里面 都是在史书记载当中是查不到的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刚才所谓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说法 在史书当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包拯 他首先他围观非常正直非常清廉 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不畏权贵的那些故事 给人留下来的印象很深 那么我们曾经讲到过 当时他调到了首都来做这个开封府 就是这个开封府的府隐 就是首都市长的这个职位之后 他确实曾经做过一件 就是让很多权贵们非常恼火的一件事情 就当年有一次就是连江大雨 连江大雨大家知道开封这个城市 它离黄河很近 然后有四条河在开封城里边经过 那么其中有一条叫惠民河 那么这个惠民河当时雨下多了之后 这个惠民河它的河水就开始往外泛滥 包拯他是首都的市长 出现了这种情况 他一定要到现场去检查是吧 然后他去了之后呢 就发现在这个惠民河的周围 为什么其他的几条河没有泛滥 这条惠民河泛滥的这么厉害 他就发现原来是有很多有权有势 或者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呢 他们在这个河两边占用了大量的河道 干什么呢 修他们家的后花园 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 是非常多的这种违章建筑 然后把这个河道给挤占了之后 然后那个水排不出去 他就泛滥到截道上面来了 那么怎么办 包拯也 他处理这件事情处理得非常干净利 他马上下令人说 去把那个这条河两岸的这些人家的 所有人家的那个 用今天的概念理解 就那红线图你给我拿来 就是 然后他拿着那个红线图一对照 哪一家占了多少地方 哪一家的违反 那个叫什么 那个违规建筑 在这个用这个红线图 把那个土地的这个四字一撤出来了之后 就清清楚楚的就知道了 什么地方是违章建筑 什么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包拯很干净利索 他拿着这个图纸 就一家一家的往前拆 一家一家的往前拆 这么一拆 拆的一下子这些人就不干了 就跑出来和他闹 包拯理都不理 他说该怎么拆就怎么拆 到最后这批人就火急火燎的 就跑到皇宫里边去向皇帝告状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出来 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会出一个包拯 就以前我曾经讲过这样的 类似的观点 就是在中国任何一个清官 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 他都当不成这个清官 这就是我们国家古代 政治文化传统当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就是你不是按照法律 不是按照规章制度 你就可以做清官的 必须要有皇帝支持 你才有可能做成那个清官 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家 跑到皇宫里 向皇帝告状了之后 皇帝的回答是什么呢 皇帝的回答是说 你们干嘛要去招惹那个包拯 我都不敢惹他 他连我的话都不听 那你们去招惹他干嘛 那皇帝显然是在这 是在和包拯唱双簧 包拯在前面去整治这些人 然后皇帝在后边 用这种方式在支持他 后来包拯就真的把这个 通汇和两岸给拆的 就是所有的维章建筑 拆得干干净净 那么这样的做法 他一定是会得到那些 社会中下层的人们的那种 那种欢呼和拥护 这是毫无疑问的 对吧 官府衙门巷囊开 有理没钱别进来 这是我国古代民间的一句谚语 可见当时百姓有了冤屈 想要报官是一件多么难的事 那么知道了这些情况的包拯 会怎么做呢 说诵朝正在播出 这个时候包拯到了开封府之后 他就马上下达了一个命令 下达了命令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任何人如果要告状的话 他都可以把状的直接送到开封府衍 就是送到包拯的手里边 或者是直接送到有关的那些 比方说你是处理刑事案子的 那么这个案子就直接送到他那去 你是处理民事案子的 这个案子直接送到他那去 就是就规定任何人不许在中间拦着 然后呢规定把开封府衍的 开封府的这个大门打开 任何要告状的人可以 长驱直入的一直到包拯面前 包拯这样做完了之后 就使得民间的当时的人们和后世的人们 牢牢的记住了这个人 就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真的在为老百姓着想 他是真的想为人民做一些好事 所以他才会去用这样的方式 来行使他的职责和权利 我曾经讲过中国的老百姓是 其实在某一方面非常可爱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他们也非常可怜 你只要有一个官员肯 为他们做一点好事的话 他们可能会世世代代的记住你 会一代一代的传送你的英明 和传送你的故事 包拯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他就是这样的 就是老百姓想要得到这样的 来自官方的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帮助和这样一种公正的对待 太困难了 那走进任何一个官方的衙门 都是门难进 脸难看 什么事难办 好像是有这样的说法 事实上这种东西很有可能在中国 已经存在几千年了 它是和我们的文化 传统和我们的制度 和我们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东西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基础面的东西不改变 那么我们就只能盼望了 出包拯 出包拯 另外一个方面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今天的影视作品里边 我们所能看到的包拯 是一个集福尔摩斯 然后今天的刑事侦察人员 再加上法官 再加上检察官 集所有这些人 于一身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这样的一个人 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 那么那里边的包拯也好 在这个民间故事里边 我曾经说过 就是那个拿着紫金锤 可以上打昏君 下打奸臣这样的人 通通都是虚构出来的 没有这回事 既没有这样的故事 也没有这样的人 老百姓仅仅仅是把他们心目当中 他们所希望的 他们所期盼的 他们所祈求的 他们所在脑子里边 所认为最理想的那些东西 加到了这几个人 加到了这些故事当中 今时而已 那么对于包拯这个人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下次再说